这是做梦系列 然后第一个问题 做梦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因为很多人都会 假装不懂 首先 我的答案就这样简单 首先你想懂不懂先 如果你不想懂 或者你不信那个人 你就不要去问那个人 浪费大家的力 比如我给你一个例子 生活中你应该有遇到 很多人就会去吃东西 他就会问老板 这个好吃吗 然后老板就跟他讲 他是怎样做啊 还是用什么材料做啊 解释给他听啊 然后过后 如果是有良心一点的 他就会等老板走了过后 他讲这个不能吃了啦 肯定不好吃的 如果是没有良心 但是当面跟老板讲 老板 你的东西不好吃 问题是重点在这里 你都还没有吃 你怎样知道好吃还是不好吃 其实一样修车 我们也事实上会遇到 你会不会修的啊 其实 当然你可以开玩笑方式去问 或者是你没有修过啊 或者是这样子 可是你有想过人家的那种心情 然后第二个问题 这么我认讲 treatment要 最好是每次用啦 OK 怎么会这样子 这么讲 OK 很简单 你洗澡 是不是每天洗的 OK 如果你不是每天洗澡的话 这样子我没有话讲 OK 这样我没有话讲 OK 然后来第三个问题 也是最多人问我的 这么 那么每一个修理厂的报价 或者甚至 就比如说这个问题 然后去很多个修理厂 比如说去了三间 可能三间三间 讲的问题都是不一样 就是解决方式都不一样 这么会这样子啊 我只能说 就算你去医院 你去医院 你也未必能得到三个医生 同一个答案 同一个报价 这就是 这个原理在那边 因为 每一个修理员 他们的那个 遇到的问题啊 或者是经验啊 只能这样子探断 OK 不可能100% 我只能这样子 不可能100% 就算我也不能100% OK 然后 如果你们觉得这视频 OK的话 帮我share出去 Thank you